各位好啊,昨天我发那个视频,就是关于那个俩寸干部搞瞎把那视频 发了不到三号时,就被限流了 说我选洋不健康的价值观 我说骂了,我不就调侃了一下吗,善意的批评了他们一下吗 我不就说这姐姐岁数有点大了吗 提这哥儿没有点玩戏,就这么点事 结果说我选洋不正确的价值观 今天我又耍着一个那个妈妈招票,是一把椅子 那这把椅子了吗,这就是视频里那大姐坐的那把椅子 我这椅子用的可太寒了,皮都掉了 里面那泡沫都烂了,都快吐了没了 两边那扶手,你看嘛,正亮,薄酱都有了 看来这两位啊,没少在这椅子上切除 我听说啊,这蠢会把这椅子给换了 浪费 就这把椅子啊,哎,村委会花点钱 在这村委会旁边弄个小的展览馆 卖票展览,十个人一位,咱也别说全国人民啊 咱就说这十里八项看热闹这帮人 得有多少人呢,想看看这把椅子 这不就是来钱当吗 然后啊,哎,你再弄点啊,省级服务 你站椅子边照相的,五十 坐椅上照相的,一百 有那重口味的啊 垫着闻闻这椅子上那扫气味的 这可以保肠 二百块钱,十分钟 保肠随便闻 哎,你这样一来啊 你这不良子产,你不就盘活了吗 你这要发展,要致富 你死想不解放还行 你必须得解放死想 打破这些条条框框 你要把坏事变成好事 画无用,为有用 你这样才能进步啊 对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谢谢大家观看